我們一直都想要寫跟身邊貼切的事物為主的故事 已沉迷在某樣東西 對我們來說 東話不僅是娛樂用的 也是想對觀眾傳達我們想表達的話 我有一個弟弟小時候很喜歡吃素食又不愛運動 最後身體越來越差 我們想讓觀眾得到什麼訊息 因為不想要給人太過於沉重的感覺 於是我們的動畫用了可愛的動物吃素食而變旁的設定來警惕觀眾 今天吃素食這部動畫我們以數位減皮做製作 我們的角色與場景是用電腦繪圖做繪製 然後再將角色拆解動作匯入軟體做製作 一開始的構想我們就很有公式的決定以動物作為主角 之後我們就去了圖書館看了非常多的兒童繪本與動物圖鑑做我們的設計與參考 我們的色調風格最初是以溫暖柔和的顏色為主 但是這樣的設定會讓我們的場景和角色無法區隔開來 角色會變得非常不突出 最後我們決定修改場景的顏色讓它改較淡一點 然後動畫的角色則以較深的顏色 還有再加上一點陰影與材質作為 讓它有點地體感 另外我們的反派角色的顏色也讓我們花了非常多時間去做修改與討論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速食車它是會發送美味的速食漢堡 如果用一般的壞人會有的 紫色或黑色它會變得非常不吸引的 所以我們選用了紅色與黃色 我們在專題製作這門課裡面 主要是拿我們的劇本 我們是分鏡加分 或是一些講設計跟老師討論 那當然我們意見也是常在播會 但是我們都知道 這是為了讓我們的動畫更好 在製作動畫的過程中 除了用我們學校的方法外 我們有時候也會上網 搜尋一些更方便我們製作動畫的技巧 那我們常會用在我們的軟體或是 繪製的角色方面上 我們在讓我們角色的運動過程中 我們會運用到Adobe的一套軟體 Apple Effect 然後我們會用裡面的一個功能 叫做No Roger 那它是在我們製作 調偶的時候比較方便去操作 那我們在剪輯音效的時候 我們是用一套叫 也是一樣是Adobe的黃色 Cremier 我們是剪輯它的音樂 那這一組今天次數時 其實我對他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其實是他們在做那個 一開始做美術設計的部分 那在美術設計的部分 我跟這組同學 討論過非常非常多次 也幫他們一起找了很多參考的影片跟資料 其實他們的整個美術的風格 非常有那個 美國早期的動畫的感覺 那尤其是像比較極簡的那種造型設計 比較尖銳的瑞角色塊設計等等 那色彩的方面 其實他們也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那看著他們把這個片子 從一開始的還不完整的設計 一直要慢慢變得完整 那尤其是到後期調整動作的時候 也做了非常非常多次的調整 那尤其是角色設計 也做了很多次的修正 一直得到今天這個 拍完了一個很完整的一部 今天吃素食這部片子 我覺得這個中間的過程非常不容易 那我也相信他們學到這樣多的東西 那希望未來他們在那個 動畫創作這條路上 或是未來的學習上 可以一樣有這樣的研究精神 三位同學從一開始的媒材選定 然後故事發展 角色設計 美術設計 場景設計 一直到技術的設計 他們都有很高的自我要求 那也花了很多時間和心力 所以我這邊很高興他們得到這個獎項的肯定 那希望他們在藉由這次比賽的經驗 他們在動畫的設計和製作上 得到更多的想法 那未來上大學以後可以繼續努力 雖然製作這部動畫的過程非常辛苦 但是結果令人非常滿意 感謝那些協助我們完成這部動畫的大家 大家辛苦了 在製作這部動畫的時候真的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謝謝老師對我們的幫助也 謝謝我們主員的互相幫忙 才能讓這部動畫順利完成 高興可以完成這部影片 然後也很感謝協助我們完成這部影片和其他人 然後希望在我們之後的路上可以繼續完成更多有趣的影片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